正经现实批 现实批正经 大家好我是彭文正 我是李希玉 今天的正经现实批呢 不太一样 观众朋友 你如果要转台 你要自己负责 这是一电视 全台湾最红的政论节目 正经现实批 你不要以为你看错 因为今天的来宾不太一样 对 今天的正经现实批专访的来宾 就是经常在各媒体爬爬灶 但从来都不来 一电视的科批 科市长 对 科市长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问你 你家没有一电视吗 一定是不是 不是有线频道 对 你家看不到吗 有啊 有啊 那选钱为什么都不来我们这里 我只要问那个 我帮你回答好了 因为我们节目是八月多才开台 那时候节目的收视力低到 不要说人不敢来 连鬼都不敢来 不过现在呢 不错了 现在呢 鬼还是不敢来 因为人气太旺 科毕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会去看这个江会的演唱会吗 也没有票啊 没有票 这样子我给你一个建议 如果你真的要票的话 去找国民党人 因为国民党最会买票 哇 这个笑话笑不出来 是不是 他是不是很欠揍 所以为什么刚刚简医院才说 我常常会要定着他 看着他 然后控制他 压制他 那你了解江会吗 江会哦 对 江苏娜的姐姐 对 就这样 呃 妹妹吧 江苏娜是妹妹 我比较不了解 江会是姐姐 他最红的歌是什么 应该有听过吧 对啊 不是 那个不是 那个是郑敬一的 嗯 对对 郑敬一写给他的 对对对对 嗯 不错哦 会唱吗 不会 唱两句好不好 不会唱 幕僚没有跟你讲 正经现实必是综艺节目 哈哈哈哈 太可怕了 下一题下一题 下一题 嗯 赖清德哦 最近 不进议会对不对 他因为他说 你们这些议员 很多都是买票的 等把会选官司搞清楚 再来说 对 你的看法呢 不用啦 要学 像 如果是我就抱着 与郎共舞的态度进去 嗯 嗯 不用这样嘛 那现在临时会开不成嘛 对不对 所以就不用再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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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啦 那只是第一次被他吓到 以后就不会了 嗯 好 那我们来谈谈阿扁 阿扁回家了 嗯 你有什么看法 嗯 那就乖乖在家里休息啊 就这样 嗯 对啊 就 就 就 我觉得还是 应该这样讲啦 我觉得 我觉得要给他回家还是要准备啦 感觉上好像也没有准备就给他回去 乖乖的 嗯 怎么样准备 至少外面还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 一步一步嘛 你先给他移回家 但是外面还是 还是要站刚干什么 如果保外就医是完全没有嘛 就变自由 就谁要来见面都可以嘛 嗯 嗯 我觉得还是 逐步犯宽啦 一下子让这样 还是 还是 我觉得 15天内不会有问题 15天以后我就没有把握 法务部说 一个月之内 如果好转就要回去啊 你觉得会好转吗 病是一定不会好转 嗯 那法务部要不要他回去 是法务部的事 所以我说 这种东西就是要想好 感觉上好像没有想好就 这件事情好像没有 没有准备 就这样丢回去 我觉得这个是 制造社会潜在的危险 对 王本胡说 如果一个月后 你要把阿扁刷回去 可以用坦克车 你觉得会造成 社会更多的 分裂 还是和解 阿扁的释放 我觉得还是要 就好像 就好像 核能你知道 如果是在控制之下 它叫核能发电厂 如果不控制 它叫核子弹 所以像这种扁烂这种 有巨大社会能量的东西 应该是要在控制之下去执行 我感觉像这次好像都没有 没有控制 就这样把他丢回去 我觉得还是 要么太笨 要么太狡猾 这两种 应该是两个都有 都不敢 我不知道 要么政府太笨了 好像都不准备 要么就实在是算计太深了 我只有这两样 我觉得还是怪怪的 如果是我的话不会这样 你曾经说 他回去才是问题的开始 其实你很了解他的身体状况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他现在在静养 身体慢慢回复的状况 不是 我不是了解他的身体 我是了解他的个性 而他的个性 我知道他的心理在想什么 所以 对啊 这应该还是要准备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所以社会的争论 就到此为止了吗 我是呼吁双方各退一步 真相需不需要再追呢 真相当然是要 真相啊 不过这个国家最惨的 就是常常真相都追不出来 所以常常是没有真相的社会 这是不是你又为什么 出来选台北市长的原因之一吧 这个说来话长 不过是这样 常常是说 人生都是意外 如果上天把一个任务交到你手中 你就很认真把它做好 这样想就好了 我是这样想 不然有时候想一想也是 蛮怎么讲 搞不清楚 就是人生虽然是太大意外了 不过你刚刚讲的说 其实你很了解他的性格 你很知道陈世炎现在 可能他说他执政八年 讲太多了 不想讲了 但是其实他现在还是 在法务部的容许当中 是可以接受一些访问 当然不是上电视战论节目的专访 你觉得他对于这个政坛还有任何的一些想法吗 他对于政坛有影响力吗 他现在还应该闭嘴吗 他想法很多 其实他 其实在医学上他是蛮有趣的案例 怎么说 他对某些议题他像是一个很 IQ 非常高的人 这个每次都要在 要说明啦 不然每个人都觉得他是假的 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世界级的钢琴专家 Piano 的那种专家 那你到七十岁的时候 已经老年痴呆症了 连瓦斯都不会开 但是你可能还会被影响 但是他还是会弹钢琴 阿扁又是这样 你讲到政治 哇他头头是道 你问他说一百减七 他就拿指头出来算 你跟他讲说 不可以用指头 他就算不出来 所以他的智力里面 就是某一部分是完整的 所以你要问他说 你对骂音轿的跨法的时候 他就讲到脆高专坡 他就讲一套论述 他讲得清楚 他有跟你聊过吗 有啦 我是他的主治医师 我曾经当过他两年的医生 我怎么不晓得 他都跟你怎么说 什么都有啦 不过那是 我想那个是 那个是医生跟病人的对话 也不用拿他 反正我知道他的情形 所以我 我认为我讲的是 应该是最 深思熟虑过的话 就是让他回家 但是还是在保护的状态下 不要一下子给他这样 这样半个月他就开始 他内心还是纷纷不平 所以还是要在保护之下 所以你觉得半个月他会怎么样 他就会开始 开始会那个叫什么 冲突 妥协进步 就跟那个cancer病人的五个阶段一样 他就会开始跑出来了 他其实不要半个月 他昨天晚上听说半夜就惊醒 然后被吴淑珍骂了一顿 他又回去睡 没有啦 那个跟他不一样 不一样 好了不要谈他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 这个是台湾历史的不幸 不应该搞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 真的有时候要抱怨 就是说政府的政治智慧才是太差 不应该这样 不过直接在谈到他的事情的时候 最近很多人就把他跟马英九谈在一起 说不管是政治现金啊 或是元首是不是有贪污这件事情啊 好像是一个历史共业一般的 大家在做这样的一个讨论 在很多的政论节目当中 也在做这样的一种激变 那不过呢 现在我们所看到就是 所谓的这个国民党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尤其是马总统现在面对很多的问题 我们在谈到那个魔戒的时候 其实魔戒这两个字 在选前也是从你的指发出来过嘛 对啊 我们要来听听看宋楚瑜先生 曾经怎么说 有个神伴要给你建议 我们来看看 柯文哲讲了一句话 我能够认同 他说 他在到最后关头的时候 他就停止捐款 对 这是了不起 一般人做不到的 对 我也参选过 对不对 都还没有选举中 这个还没有到截止的时间 对 他就不接受 他讲了一句话 金钱是魔戒 对 我提供柯文哲先生一句话 要隐身 所以修养还是 还可以 当然 还是 因为我是很慢才 才去从事政治 大价格 在过去55年当中 我还是当了30年的医生 而且都是每天在看生死 所以还是 哲学观这种基础还是比较好 所以 比较有反省能力 你谈谈你的生死观吧 这30年跟你累积了什么 那这个反正 反正 反正人一定会死 所以死亡 不是人生的目的 所以 人生只是个过程 在过程当中 寻找生命的意义 所以 我任何对这种名利的这种 被 被 被名利绑住的 这情形会比较少 好 有人说呢 你即将面临你的第一个魔戒 就是那2600万的补助款 对 好来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神败 叫汪奔胡 他怎么说 柯比这一天走进去 走进 很简单嘛 2600几万的 这个 波佐看 柯比 但如果要做一件事我也要行 我说柯比 他最后要说 他走进去 我如果是他爸我就站过来说 这钱要行 你这 我 他现在要跟柯比说个概念 我说个概念 你家里的贷款 那是你家里的 你没有宣租 你做医生 那是你家里的 那是你家里的 2600万 这是人民的纳税金 你们想说过去 很多人生父 都靠生父的探子 是 是 靠选举在赚钱 你柯比假如把 这2600万的补出款 东西就说 哇 我这条位可以行 台湾行啥 那你就犯了某些 你未来的整个价值观 会乱掉 你的白酒 有得到吗 没有啦 一开始 不过还好啦 因为后来人家跟我讲 我想一想好吧 那就乖乖交出来 我今天那个 我今天我太太 那个500万已经去 台大院交出去的 嗯 然后我现在走人来 看到一张账单 天哪 500万 因为我们 因为选举 我那时候开玩笑说 11月29号 你知道 人事人就开始放假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工作 我后来没有想到说 我办公室要维持一个月 对 又花掉好几百万 然后 我就看 他昨天那个律师的账单说 我们在选举当中 已经花掉 80万的律师费 嗯 我就把那个 那个圆秀会律师找来说 可以经历一下 看有哪些 我们不要告了 因为他后面说 还要再两百万 我说 我天哪 这个律师费还这么多 你告赢人还可以要求赔偿 还可以赚一点钱 有吗 我们都告刑事 好像不是告民事要求赔偿 我不晓 不晓 我想一想 所以这几天叫他们在整理 我们在这场选举打下 那个 告人跟被告 哇 那个排起来好多 还有一些不是我的 或者是张景森 或者李应元 你未来四年会更多 那这些还要帮他护理 我说 我最近在想 要整理一下 那个要处理掉 所以 所以 所以老师那两千六百 算一算 现在就要压着 因为这些还没清掉 还不想还花多少钱 人家说 做官的清涼 吃饭要凋養 没有那么严重 没有那么严重 还是有青菜可以吃 没那么严重 那陈医师在家有抱怨吗 当然有 做这些 我这个 我本来想说 这钱要不要还我爸爸 后来 后来一次 有人传简讯跟我讲说 你以前Facebook都说要捐出来 我后来想一想 对了 讲过还是 政治沉浸还是要遵守 你爸一定不会再跟你要 不过你要相信那个有赠予的问题 还是要还他 该还的要还 真的 我跟我爸借钱都不用还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 可是好像 好像 我没有想到说还要缴利息 天啊 我还发现奇怪 他还缴利息给他 没有办法 该还还是要还 你现在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吗 你每天几点钟就嗡嗡嗡 嗡嗡嗡 跟以前还是一样 我觉得生活是差不多 只是 只是好像现在 不过这个选钱选后还是有 还是不太想 选钱真的就 就整天这样跑一跑去 选后现在变成 至少那个要改公文的时间 比较多了 你的幕僚形容说很像在关禁币 会不会 不会啦 这还好 现在 至少现在要出去很麻烦 有时候像我前几天才去做一趟捷运 就要上报纸 我现在连出去都不行了 你骑机车戴安全帽也上报纸 没有 脚踏车啦 我骑车很早急 对啊 现在连骑脚踏车 或是自己去做捷运 都还要上报纸 所以 就是这点比较不方便